上周,越南陆军刚刚接收了第一批进口自俄罗斯的T-90主战坦克,数量为32辆。 这是越南几十年来首次更新陆战主战装备,也是其陆军第一次拥有战后第三代坦克,堪称革命性的进步。 然而,能让越南军方高兴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,其刚拿到手的T-90坦克,也不会对周边国家建立起什么装备优势,原因就在于泰国方面的最新消息。 越南接收首批到货的T-90坦克泰国曼谷邮报1月14日,原演泰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,泰国陆军要求内阁批者从中国采购第三批共14辆VAT4主战坦克,总价格超过23亿泰铢,超过4.8亿元人民币。 并透露,每辆坦克的采购成本约为1.67亿泰铢,约3500万元人民币。 泰国皇家陆军的VAT4坦克只得注意的是,在此前的2016年和2017年,泰国已经未从中国购买过两批VAT4坦克,装备于皇家陆军金锐装甲部队。 现在即将第三次购买,说明泰国对中国外冒型第三代坦克VAT4的性能、质量和供货保障等方面,真十分满意。 海外用户获连续三次下单,比任何赞美和自夸的词早都更有说服力。 VAT4主战坦克性能优异中此次订单的总金额来看,单车平均价格,约合520万美元一辆,比2016年第一批的580万美元一辆有所下降。 除去贯率变动因素,最大的原因获在于泰方,对配套弹药进口量的减少。 据悉,泰方此次采购计划中,包含有400发炮弹,其中190发固定位遗传甲弹,150发高包穿甲弹和60发铺甲弹。 如此算来,平均每辆VAT4支配套28.5发炮弹,连一个大标基数都不到,而VAT4坦克的标准主炮弹要基数,来38发炮弹。 泰方减少了炮弹购买数量,之所以减少的要购买量,或是因为泰国陆军装甲部队训练大缸中的主炮射击科目相对较少,导致进口的尖两匹坦克的配套炮弹,还有许多剩余,故无需补充太多新弹药。 泰方希望引进VAT4坦克大修县,在2018年初,英国检视防务中刊曾透露,泰国正在与中方进行搓山谈判,希望能在泰国建设VAT4坦克大修厂。 未来该型坦克的大修,刻在泰国本土完成,而不用送回中国,此消息得到了泰国皇家陆军的证实。 这说明泰方有意在一定程度上,吸收引进VAT4坦克的核心技术,因为此前巴基斯坦也曾引进过中方MBT2000坦克的大修县,后来在中方协助下,将大修县升级为生产线,具备了自行生产装配MBT2000坦克的能力。 如果中泰两国能够谈妥在泰监设VAT4坦克大修县仪式,未来泰方或也将寻求,将其转为生产线的能力,从而自行制造具有世界经济水平的第三代主战坦克。 泰国陆军大批量装备VAT4坦克回过头来看曾与泰国报,发路上武装冲突的越南。 越南陆军在第三代坦克的引进、装备和战斗力行程上,比泰国晚了两年多,且T90的性能最多也只是与VAT4持平,根本不可能做到压制。 一旦未来泰国真的拥有VAT4坦克生产线,即可用自己的坦克工业力量,更建起对越南的陆地绝对优势。 如此想来,不知道刚刚拿到T90坦克的越南陆军,会不会觉得压力山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